嗨呀,我是杰米 今天的影片呢,主要是想跟你们聊聊天 那主题呢,是关于我怀孕到目前为止的一些心事 那想拍这个主题也算是有感而发吧 因为我从我怀孕第八周开始 我就发现 自己的心情其实是属于在一个非常容易感到绝望、难过的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影响 然后等到我自己意识到说我可能有一点产前忧虑症的时候呢 其实情况已经是有一点点严重了 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孤单 然后没有来由就开始掉眼泪 控制不了我自己的情绪 甚至是跟我老公就是哭闹之类的 最早是从初期的不是开始 那我其实在怀孕前三个月我孕吐非常非常的严重 只要一吃东西就会吐 甚至连喝水我都觉得很恶心 大概那个时候我真的连水都非常非常讨厌喝 可以说是排斥的地步 就我其实我以前在还没有怀孕之前我还算是蛮爱喝水的 可是怀孕之后可能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怀孕的关系 然后科尔荷尔蒙的改变 然后外加我自己害羞又很严重 我那时候就是人生第一次对食物进食 应该说进食这件事情感到有绝望 其实会觉得肚子饿 可是你的心情会去排斥 你去吃东西这个欲望 最后我是逼自己像儿一样 强迫自己就是暴眼暴食 可是吐得更严重这样子 甚至遭到我开始萌生了 我会觉得每天几乎在厕所里吐到哭 身体好像不是我自己可以去掌控的 所以你会觉得这明明还是你自己的身体 可是你却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去吐 然后去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 身体已经不是我的那种样子 我人生中大概就这么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就是 我说真的是吐到很厌世 你知道吗 会觉得很烦 我从一开始怀孕的时候 我就会上PTT 然后会去上妈宝版 然后我也有查过说就是 怀孕初期大家是怎么调试的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其实对垃圾食物 就其实还算蛮来者不拒 比较好入口 我还是会吐 我吃垃圾食物还是会吐 但我绝对没有像一般食物这么多 而且吃的会让我比较开心 可是接下来就变成说 体重上升的非常快 我自己觉得 我那时候当下会觉得说 我明明吃进去的 比吐出来的还要少 可是看着自己体重机上的那个体重跟体质 就是逐渐的变化 你真的会觉得很崩溃吗 因为就是在还没有怀孕之前 其实我对于自己的体态控制跟体重 我还算是维持的蛮好的 尤其在怀孕前我还有在做一些运动 甚至重训什么的 然后那时候体质也不会 就也还算OK 可是一怀孕之后 其实什么东西都变了 我开始会无限放大自己 变胖的这件事情吧 然后因为我家的体重机 其实是有测体质的功能 所以不是我要测体质 是因为我就是会看到 那外加其实我觉得 你当你发现自己怀孕的时候 你是感到开心没有错 但是很多事情等于你要开始适应 例如说一个小生命在你肚子里长大 然后很多很多东西 包括你的心情跟你的身体 一切都是会改变 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讲 可能那时候变化太快了 我自己没有办法马上的适应 所以我就是 我就是会狂掉眼泪 然后无限放大 给我变胖的这件事情 然后其实在我还没有怀孕之前 我老公都会跟我开一些 我身材的玩笑 例如说可能是我变胖啊 我肉肉的之类的 在我怀孕之后 尤其是我自己在放大 检视我身材变形的这个部分的时候 我老公第一次这样子 跟我开玩笑 说因为我怀孕 所以我变胖了 我真的是崩溃大哭 而且还是在半夜的时候 自己躺在床上睡觉 想到自己变胖这件事情 我还是很崩溃的大哭 然后甚至把我老公也吓到 因为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想象说 为什么我会 这么在意这一件事情 他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这样子我把自己的情绪逼得更紧 我开始拒绝 会让我吃了感到开心的垃圾食物 然后逼自己尽量吃比较健康的东西 可是反而让我自己觉得越来越烦躁 甚至是很易怒 然后情绪已经很差了 可是你整个你就会觉得每一天都有 都没有一种值得让你期待的东西出现 你就会觉得每天都过得很 很累很辛苦 就让我无法忍受的是我身边的 无论是跟我不熟的朋友 或者是真的是跟我 就是非常非常要好那种朋友 做三不五十就对我说 你胖太快了 你肚子太快了 你怀的是巨婴 你要赶快减肥这样子 其实那时候我提示听到 我感到我非常非常受伤 可是一开始因为我会觉得说 其实当我有这些负面情绪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有点感到不好意思 甚至是觉得不该被别人知道 那我一开始都会算是蛮 耐着性质告诉他们说 就是我大概会提一下说 我最近就是因为害喜的关系 所以我东西吃不下 所以我就会吃一些垃圾食物 让自己就是比较舒服一点 但说了好几次之后 还是会有遇到这些问题 我整个就已经是 动怒了你知道吗 就是已经到崩溃 因为毕竟 我的身体只有我自己知道 就是我自己怀孕所遇到的状况 只有我自己最了解 是有多么的不舒服 然后尤其有些朋友 有些可能怀孕过的 或者是正在怀孕的朋友就跟我说 我怀孕都不会这样子 你知道那时候当下听到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气愤 非常非常难过 我跟你是不同个体 你凭什么拿你自己怀孕的 就是过程 来跟我比雷 你又不是我 因为我荷尔蒙的改变 然后因为别人没有的症状 我却有 还因为这样子被人家冷嘲热讽 不是怀孕最辛苦的那一个 但为什么别人可以我却不行 那诸如此类 再加上自己脑补 可能会想到说 哎 生小孩很痛啊 然后我自己之后 不要充分的奶水给宝宝喝啊 我自己会不会是一个好妈妈 种种无限的胡思乱想 让我真的每天压力大到开心不起来 其实人家都会说妈妈的情绪会影响到宝宝 然后即使我自己下定决心说 好我一定为了孩子 我一定要努力坚强起来 可是因为身体跟心理的这些因素 我人生第一次感到懦弱 觉得我做不到